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圣旗信论第一部分是讲因缘 所谓的因缘就是 为什么要写这一部大圣旗信论的缘起 凡事必有缘起 前面就讲了作者本身所认为的八个因缘 那后来就假设有人问 经典已经那么多了 而且论也已经那么多了 为什么还要再写这部论 而这个作者他就这样子的回答 在佛的时代大家听经就可以开悟了 不需要论 佛灭后众生的根基 有的人读经也就可以开悟 但有一些人必须要读论才能开悟 经跟论是不一样的写作方式 而论是直接讲道理 完全都是讲理 那个事的部分没有 都是讲理 也就是很清晰的将经 或者是律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 所以读者如果想要开智慧的话 大部分都是透过论而开智慧 因为论是祖师帮我们整理了这个理论 这个就是论 佛灭后有一些人是通过经 就可以开悟 就可以得到利益 但有些人通过经还没有办法 必须要透过论 而论有两种 一种是广论 一种是略论 广论就是解释得很详细 略论就解释得很简单 有些人喜欢广论 有些人觉得广论太复杂了 就喜欢略论 所以这个作者就讲 大圣启信论是属于略论 就是为那些不想读广论的人 而写一个简单恶药的略论 这个就是大圣启信论 写作的因缘 把大圣最重要的思想把它提出来 大圣的思想当然有很多 你在印度 一般我们分为大圣的三系 大圣三系 那就包括了 波若中观 于且为士 以及如来藏的思想 这是显教的部分 那后来就有了密教的出现 传到中国又纷纷成立 所谓的大圣八大众 大圣启信论 就是将大圣的各种教法 把它摘要 抓出最核心的思想来呈现 这个就是启信论造作的因缘 第十八月讲说 以说因缘分 前面已经讲过了 启信论的著作因缘 次说利益分 紧接着就要提到利益分 所谓利益分就是建立益理 大圣启信论到底在讲些什么呢 那大圣启信论讲些什么呢 我们就看到了 底下的这一行提到 磨合言者总说有二种 云合为二 一则罚 二则意 磨合言 那为什么讲磨合言 磨合言它是音译 Mah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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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的意思 相对于Hina Hina Hina Hina是小 而这个Mah是大 亚那就是交通工具 就是要从烦恼此案 到内盘解脱彼岸的交通工具 这个叫做乘 我们翻译成乘 我们一看到磨合言者 也就是说是大圣者 那什么是大圣呢 我们如果讲到磨合言 首先呢 我们先提一下 跟一般所讲的磨合言 大圣无关的一位人物 那位人物 西藏的历史 不知道他的名称叫什么 就把他称之为 磨合眼神 磨合眼神 这位磨合眼神 是从汉地到西藏去的 他从汉地到西藏 他到西藏之前 是先到瓜州 所谓的瓜州 瓜 那就是哈密瓜 生产哈密瓜 很著名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敦煌 敦煌在唐朝的时候 称之为瓜州 因为那里有哈密瓜 非常甜的 非常多汁好吃的 那个是瓜州 在公元的七百八十一年的时候 西藏的土拨王 西藏古时候叫做土拨 其实现在也是叫土拨 我们讲说西藏的英文 土拨 T-I-B-E-T 应该翻译成土拨 就是土拨 土拨就是藏美的 所谓佛的意思 土拨 就是佛 就是菩提 就是佛的意思 也就是藏人 藏人认为他们是学佛的民族 藏人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三 是属于佛教徒 现在的百分之七 是在甘肃那一带 是属于所谓回民 回教 这个伊斯兰教 在公元的七百八十一年 这个摩侯衍生从瓜州 受到西藏藏仆 藏仆就是国王的意思 西藏的历史上 有三位国王被称之为西藏的佛教 护法王 第一个 就是所谓松赞干部 松赞干部非常有名 就是迎请文臣公主 跟尼泊尼泊尊公主到西藏 她就引进了这个佛教的 第二个叫做赤主德战 赤色的赤 祖先的祖道德的德 德 贊成贊 赐 主 德 贊 这是第二位父子佛教非常有名的 第三位就是所谓赐松 德贊 赐松德贊 就是赤色的赤 松是松树的松 781年的赐松德贊 把母后衍生从瓜州引寝到拉萨 我们要知道当时唐朝是属于唐德中 的年代 唐多宗是唐代宗的儿子 当时唐朝已经从早期出唐的那种 鼎盛时代开始走下头了 因为后来经过唐玄宗有所谓安始之乱 唐玄宗之后呢 那就是唐代宗 那就是唐德宗 那时候唐官跟外戚一直在争权 一直在斗争 这个魔后衍生 他的背景 他是禅宗 神秀大师的徒孙 神秀当时是属于皇帝的博师 应该是所谓禅宗的这个第七祖 也就是传人 这个魔后衍生 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后来考证 他是属于神秀的徒孙 所以学习的是禅宗的建教 可是后来 他又跟慧能的徒孙学习 所以又学了这个遁教 他就是把中国禅宗的建教和遁教都学习了 都学习了 建教遁教都是所谓指指人心 真性成佛的 就是直接从心地下手 只不过一个是用建修的方式 一个是用遁修的遁悟的方式 七百八十一年 赤松德战把魔后衍生 引寻到拉萨 他到拉萨的时候 以中国禅宗简单明了的教法 立刻赢得藏人的信仰 所以他就有了很多的信徒 有了很多的信徒 同时也渡了这个藏王的皇后 很多的公主 贵族 就跟着她出家 跟着她学习 这么一来就引起了利益之争 所谓利益之争 所谓利益之争 赤松德战 在那个时候 他引寝了从印度来的两位大师 那两位大师引寝来了 那引寝在于西藏那边弘法 第一位叫做吉护 吉静的吉 吉滅的吉 吉护大师 吉护大师他是属于中官秩序派 中官秩序派的 中官派从龙树菩萨 还有他的徒弟等等 这个弘扬以后 来到七百多年的时候 中官就分成了两派 一个是秩序派 一个是硬承派 而秩序派就是有自己的主张 硬承派自己不提出主张 只是就对方的理论 来博倒对方的见解 因而打败对方 而秩序派除了博倒对方的理论之外 又提出自己的主张 这个叫中官秩序 也称为中官智利 中官秩序派又分成两派 一个是随小胜的 随小胜的这种理论 那另外一个就是随大胜的维士学 而秩序派大师 他是属于中官智序的随于且行 于且为士就是为士派的 他首先是引请这个秩序大师到西藏去说法 他所说的法 那就是属于建教 是属建教 他属建教 属于建教 也吸引了一些信徒 也吸引了一些信徒之后 就引起这个本教 本有宗教的 本教的这种忌妒 本教的就 怎么样子 就禁禅言 也就是对国王讲坏话 讲佛教的坏话 在西藏一直都是本教跟佛教之间的斗争 这个斗得非常厉害 吉护大师他得到赤松德战的这种斗争以后 就引起本教徒的反抗 如果反抗 吉护大师那时候就向赤松德战建议 跟这个本教 本教会使用法术 一些咒术 他说我是显教的 我不会那些咒术 你可以到印度 乌章那 乌章那 也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的 董彼顾白孝那个地方 出生的莲花生大师 我们应该去请莲花生大师来 吉护大师是 纳兰陀大学的 显教的大师 而莲花生大师 是属于西北印 现在巴基斯坦东北部 那个地方的 乌章那国的秘教 这个秘教 有很多的咒术咒语 吉护大师就跟赤松德战讲说 请赞普 你到印度去 迎请莲花生大师来 那这个莲花生大师 应请就在七百五十年左右 就已经来到了西藏 那来到了西藏 那就跟这个土拨 土拨的 所谓祭师 宗教师 在那边 度法 那相传 林华生大师 他胜利了 他胜利了 因此就建立了三一寺 就渡了七个藏人出家 那个时候西藏才开始 有了所谓佛教的三宝 那是七百五十年 林华生大师就去了 最早去的是吉护 后来就请林华生大师 那一直到七百八十一年 这个赤松德战 迎请摩河眼神 从瓜州来到了拉萨 来到了拉萨 就得到很多的信徒 那得到了很多的信徒 这个利益之争一定会出现 不仅仅本教也看得眼红 甚至于来自印度尼泊尔的 这些建教徒 这些佛教徒 产生基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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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对赤松德战 禁禅言 说这个汉生讲的那套理论不好 不好没有学问 没有学问 我们应该禁止他 后来就怎么样 干脆就在拉萨的皇宫里面辩论 那时候辩论已经到了七百九十二年到七百九十四 有三年前后三年的时间 代表汉传佛教的就是所谓魔后衍生 代表印度佛教的 吉乎大师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 他说就从印度纳兰陀大学 就找来了他的学生 叫做莲花界 那两个人就辩论 几乎莲花界都是属于中观秩序派的 而中观秩序派擅长辩论 而且理论的基础非常扎实 这个根据藏文的资料 魔后衍生就变数了 听说藏王赤松得藏 就命令他离开西藏 那从此汉传佛教 就慢慢退出西藏这块土地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敦煌 有一本书叫做 顿悟大圣正理觉 顿悟见悟的顿悟 顿悟大圣正理 正确理论的觉 决定的觉 顿悟大圣正理觉 里面的记载 是说魔后衍生 他胜利 可是他年纪比较大 已经活到八九十岁 他就跟藏文讲说 我年纪大了 在西藏生活不习惯 他就又回到了瓦州 总之这个就是拉萨的论证 七百九十二到七百九十四年 这样子的论证 论证的结果 那就是汉传佛教退出西藏 但汉传佛教的禅宗 却影响了藏传佛教的灵马派 也就是大圆满法 那个是后世 这个联花生大师的生日 他就是在中国农历的七月十号 那七月十号 在藏历是六月 把他定为中国农历的七月十号 是诺那佛图科图 他来到了南京之后 他就我讲这个 这个汉地的夏历跟藏历不一样 就把他换算 建议 以这个汉地的夏历七月十号 为联花生大师的生日 这个第一个我们讲摩赫眼 这个是属于一个僧人 中国禅宗僧僧人的故事 而我们主要的是讲摩赫眼那 我称之为大圣 大圣如果在阿含经里面 有没有大圣这个名字 有 在阿含经里面所谓的大圣 是指佛的教法称之为大圣 那佛的教法佛所说的法叫做大圣 在阿含经中并没有小圣这个名词 阿含经只有大圣的名词 也就是佛所说的法 能够让修行者解脱烦恼 这称之为大 没有小圣的名称 那什么时候正是有所谓大圣佛教的出现 佛灭后百年 这个根据北传佛教 也就是中国佛教的历史 佛灭后百年 在东印度那个地方 恒河下游东印度那个地方 有一位僧人叫做大天 大小的大 天上的天 有一位僧人叫大天 大天他就提出五件事情 说这个阿罗汉还不是真正的成就 所以阿罗汉还有一些货没有断 还有一些习气没有断 比如说阿罗汉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正阿罗汉 他必须要人家去点他去告诉他 还有阿罗汉还必须靠别人来教他 尤其是别人说人生是苦 事件是苦 这样子他才能够发心去修行 总之就有五件事情他提出来 说阿罗汉还不是究竟的果位 他这样子的理论 当然不能够被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老所接受 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老 认为阿罗汉就是无学了 就已经是最高的果位了 最高的果位 因此就判大天讲的五件事情是错误的 那这个大天他就离开僧团 他就离开僧团了 那后来慢慢以大天为领袖的 就出现所谓大众部 而那些长老慢慢的就变成了上座部 这是根据汉宠佛教的资料 佛灭后百年首先对阿罗汉的境界有所争议 因此就分出了大众部跟上座部 这种的记载是在汉宠佛教的义部中伦论 以及部直论 部就是部派的部 执着的执 部直论里面有这个介绍 但这种介绍的南传佛教并不接受 所以在南传佛教没有这种记载 根据南传佛教斯里兰卡的大史 历史的史 大史跟岛史里面的记载 这个佛教的部派开始分裂 并不是在佛灭后百年 而是在佛灭后二百多年 佛灭后二百多年 那个时候出现分裂 分裂的原因就是冬天族 这是当时印度的东部冬天族 有一个拔旗族 拔旗族的比丘 对戒律的解释 提出比较宽容的主张 这个就说不必那么样死板板的 依照戒条文字表面去实践 对于戒律这些小事情 生活上的小事是可以宽容 那就提出戒律上十个主张 那个叫做拔旗族的十个主张 比如说依照戒律呢 比丘不可以有任何食物的保存 也不可以喝已经发酵的 我们讲椰子汁之类的 发酵的那种水果都不可以吃 因为一发酵就有酒精成分了 那这个八七族的比丘就讲了 这种的主张太过于矮板了 所以就提出 比如说我们可以 盐巴大家不会吃吧 盐巴如果有信徒供养 比丘应该是可以接受把它保留下来 把它放着 明天再来用 或者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已经坐下来吃饭 虽然已经过了正午十二点 还是可以吃的 就提出了这种戒律 小小戒律的主张 比较宽容的解释呢 当时就引起西方的上座部 比丘 以耶稣的耶 素色的色 以耶稣上座比丘为主 就召开了一次会议 那就判把其族这些年轻的比丘为非法 也就是错误 那这些年轻的比丘不能够接受 从此以后 也就有所谓分裂了 总之呢 东印度 首先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出现 对佛教的解释比较开明的出现 十四里面还有一个 说出家人应该是可以接受信众财物金钱的供养 你只要不要用手去抓就可以了 有这个敬人来代为接受 那当然这个也引起那些长老的反对 那这种比较开明的 比较宽松解释戒律的 首先是在东印度出现 后来传到南方 传到南方 而东印度的那个就是大众系 就是 依汉传佛教而言 就是大天 依南传佛教而言 就是八旗族的年轻比丘 那由东方就传到南方 就传到南印度 所谓南印度是现在的中印度 印度的中国 那当时印度在安育王死后 印度又陷入分奔离析的这种战国时代 可是来到公元前后就出现了 印度又开始统一了 又开始统一 开始统一 那时候出现一个王朝 叫做岸岛王朝 岸 岸头的岸 提岸的岸 通岛的岛 岸岛王朝 那时候就大众系的 南方的大众系 就在已经进入岸岛王朝 岸岛王朝后来呢 又出现一派叫做方广部 大方广 华文京的方广部 这个方广部是以哪里为基地 方广部是以现在的斯里兰卡 以现在的斯里兰卡为根据地 当时斯里兰卡方广部的称之为 五位三四 这个大五位 这五位 为什么说五位 我们知道修解脱的上座不行者 修解脱道的上座不行者 首先呢 要生起一种畏惧 畏惧什么 畏惧三贼是苦 这个苦啊 苦得不得了 我们要畏惧轮回是苦 才能够发起出离心 才能够来修行 但是方广部的说 无所畏惧 这个后来是跟大圣佛教有关 因为大圣佛教说 不要畏惧这个三贼 不要畏惧所谓说佛事贼 为什么 因为一切皆空 用般若来观照 一切都是无自性的空 因此无所畏惧 在斯里兰卡那么说叫做 无畏三四派 那个就是属于方广部 无畏三四派它是从大四派 大小的大大四派分裂出来的 这个无畏三四派呢 就是属于方广部 也就是有这种大圣的思想在的 大圣的思想在 那个时候在这个印度 那就是有这个安达罗王朝 就进入了极多王朝 那总之慢慢的这个大众部 又分裂出八部 八部 而这个上座部呢 又分裂出十一部 加上根本上座部 总共有十二部 一般我们合成为固派佛教的就是二十部 这个二十部啊 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呢 就慢慢出现一个比较革新的佛教教派 那就是所谓摩合眼 所谓的大圣 我们一般的理解说 大圣呢 是从大众部发展出来的 其实不尽然 其实不尽然 这个大圣思想 应该是融合了大众部跟上座部 也就是整个部派佛教的思想 大圣他都有采取 采取啊 所以就发展出这种大圣的思想出来 大圣的思想啊 其实最源头应该是在阿含经就有了 尤其是真一阿含跟长阿含 里面就有很多大圣的思想 那都经过部派佛教 到最后大圣佛教出现 大圣佛教出现 为什么说这个大圣佛教 不只是从大众部发展出来 也有从上座部发展出来的 这个思想成分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 最重要的是 从大众部有三个部派的思想影响到大圣 而上座部呢 反而有四个部派的思想影响到大圣 这是蛮有意思的 上座部有四个部派的思想影响到大圣 而大众部有三个部派的思想影响到大圣 我们首先看大圣 我们首先看大众部影响大圣思想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大众部 大众部以汉传佛教而言 就是以大天为创立者 这个是比较源头的 当然大众部后来又分裂出七个部派 总共有十个部派 大众部主张 主张什么呢 说三世了 只有现在是游体 现在是游体 而且对佛的观念 大众部慢慢走向理想化 什么叫理想化 释迦摩尼佛 他是人间的佛 大众部慢慢 如果根据应顺导师的说法 就是对佛永恒的怀念 因此就觉得说 佛虽然已经入灭了 但其实他并没有入灭 他仍然存在 也就是对佛的观念的理想化 这种理想化的佛的观念 就是形成了大圣法身佛的出现 有了法身佛的观念 慢慢就引出这个报身佛的观念 而后呢 法霸化三生的观念就出现了 而大众部还有一个观念 影响到大圣的 就是大众部到了公元前后 安达罗王朝 以及之后的吉多王朝 改信普洛文教 对佛教不再像过去那样子的护士 所以大众部 他开始对一般民众来说法 这个也就是促成大圣佛教 他出现本来是以在家人为对象 主体而出现的 这一种的影响 都是来自于大众部 大众部影响到大圣思想 大约有两个 第一个呢 对佛的观念理想化 就有了法霸化三生 大圣思想出现 那第二个呢 对于平民说法 让佛教开始人间化 这个就是回到佛的本怀 人间佛教的起源 这个是大众部的影响 那第二个大众部 部派领域的影响 那就是一说部 一二三的一 说法说 一说部 一说部的思想 有一个影响到大圣 一说部说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皆无实体 但有假明 只是假明而已 世间法也罢 初世间法也罢 并没有实体 都是假明 这是假明安利 那这一种的思想 就影响到 《波浙经》 《波浙经》讲说 一切法相皆是虚妄 反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而缘起即信空 假明安利 这个影响到了 《波浙经》的思想出现 那第三个大众部 后来分裂出 有一个部派 叫做说假部 说法的说 真假的假 说假部 有一个观念 影响到大圣 引起影响到 大圣起信论的思想 说假部 他提出一个观念说 现在法 因为这是从大众部分裂出来 大众部认为 过去法无体 未来法无体 现在法有体 但是说 这个说假部 他说 现在法虽然有体 但是现在法 有一面是真 一面是假 这个不就是大圣起信论的思想吗 大圣起信论讲说 一心入耳门 一心 众生心 众生心就是有觉性 有觉性 当有觉性提起的时候 入的就是真如门 这个就是真 但是如果意念不觉 但是如果意念不觉 觉性没有提起的时候 就入了生灭门 而生灭门 是圆起圆灭 是假的 这个叫做说假部 所以说假部 影响到大圣的 就是说现在法虽然有法题 但是这个法题 一面是真 一面是假 也就是影响到大圣起信论 当然广义而言 包括所有的原教思想 都是受到说假部的影响 这是大众部影响大圣的三个主要方面 那我们再看上座部 上座部后来分裂成十二个部派 它如何影响大圣人 主要有四个部派的思想 第一个影响最大的 当然就是一切有部 一切有部 主张三四十有法体横存 因此就有中有的观念 当然就影响了大圣佛教 有中因生的观念出现 而且一切有部 把佛陀观人间化 注重现实生活的学究理论研究 这个就让佛教开始有了理论体系的建构 我们如果在阿含经所看到的 完全是实际的思维 实际的修行 也就是以苦即灭道为核心 以圆起为中观见 以八正道为中观行 中道见跟中道行 对于这些抽象的理论 这种形而上的质学 我们在原始佛教 也就是最早的佛教 应该讲这个四阿含里面 是看不到的 四阿含看到的完全是讲苦 以及苦灭 有苦一定有苦因 有苦灭一定有灭苦之道 这个就是苦即灭道四圣地 而苦即灭道四圣地 只有讲苦跟苦因 浓缩起来只有讲苦 这是最现实的 有所谓十四无忌 那些理论形容上的问题不必谈 我们要很实际 而且这种修行正内盘 是当下可以体验的 现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这些的思想都是来自一切有部 那第二个上座部分裂出另外一个部派 叫做化地部 叫化的化 地方的地 化地部 化地部有一个思想就是说 佛与生文辟知佛 佛与二圣同一道同一解脱 一道一解脱 也就是佛跟二圣在修行上 在解脱上并没有区别 这一种思想那就影响了大圣 众生只有佛性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众生就是佛 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是从上座部分裂出来的 化地部的观念 那第三个我们可以找到影响大圣的 就是从上座部分裂出来的 法障部 那法障部很有名 法障 英语叫做谈无德 谈无德部 谈无德部 他把佛教的经律论 从三藏扩展到五藏 三藏就是原有的经 阿安经 律 法障部是四分律 四分律也变成中国佛教 就是漢传佛教 传界主要的广律之一 中国佛教 有四分律 有五分律 有实诵律 有磨合生取律 这个就是中国佛教那种 生文律 也就是生文界的主要律章 所以法障部 法障部把佛教的经律论 从经律论三藏 又扩展到另外有二藏 第一藏叫做明咒障 明咒障就是持咒 这个持咒很有功效 可以让人解脱 明咒障就影响了大圣命教的出现 持咒 持咒本来佛陀是禁止的 后来就慢慢 尤其是法障部 他把三藏扩展到五藏 第四藏叫做明咒障 第五藏叫做菩萨障 菩萨障 也就是对佛流传的本身故事 佛这一世之前修行的过程 都把它纳进佛前世的故事 这个本来是印度的民间故事 那种种蛇己为人 你有俄王 有鹿王 有猴王 等等 在善界六道里面 有种种领袖的故事 这个就把它从本身经 本身谈 把它截取故事来 那就慢慢形成菩萨 菩萨障 菩萨障就是指自立立他 这个成佛之前修行的经过 这个就是影响到大圣菩萨道的修行 再下来我们还可以提到有一个叫影光布 影水的影 光线的光 影光布就是从大家色尊者底下一直传来的 这个影光布后来它把这个世费土的思想接纳进来了 这个接纳世费土的思想 而且把它称为佛说 这个影光布就是慢慢使得大圣对人家说泛话 这个就是影光布的思想 同时影光布还推崇目见人的神通 目见人的神通有多了不起 目见人的神通是来自于明咒 也就是慈咒 那这个就是使得大圣佛教就采纳了很多普通文教的理论思想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大圣佛教其实就是普通文教的形式 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佛法 否则我们都是变成外道的 这个是影光布 那最后第五个思想 上周布分裂出来的叫做精量布 精量布提出两个思想 影响到了大圣 第一个思想就是射心护熏 射就是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的身与二叶造作呢 会熏洗我们的心 射心护熏 而我们心里面过去所累积的经验 我们称为习气呢 也会从潜意识显现出来 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语言 这个叫做射心护熏所 这个是精量布的思想 精量布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叫做维系事 这是维系的心 维系的心 维系呢就影响到大圣佛教维系学 阿赖耶士的影响 同时也影响到射心护熏呢 也影响到所谓种子即现行 现行熏种子的维系思想 如果我们还要再提的话 还有一个布派提到 所谓穷生死运 穷生死运 也大约影响到维系学阿赖耶士的观念 也就是生生世世 有一个最深的心叫做阿赖耶士 总之呢 上座部有五个 应该是五个布派 有五个布派影响到大圣佛教 而大众部只有三个布派影响到大圣佛教 那这样子总共有八个布派影响到大圣佛教 当然其他的十二个布派多多少少 也都会形成大圣佛法的出现 因而大圣佛教大圣的思想到在公元前一世纪 首先就是有阿含经 圆起的理论蜕变出来的 圆起故性空的布派影出现 慢慢有佛的观念 有为师的思想 有如来藏的思想 乃至于有密宗思想 这个出现了 那就变成了所谓摩合眼 所谓摩合眼 在这边摩合眼看 各种的户 Sally 片子 属于监视 变成的 所有人的观念 这优佛 都会做到大圣佛教 我们许大圣佛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